根据中央和部党组部署 铁路系统第二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已经正式启动 要搞好这一学习实践活动 首先要认真学习和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 以便更加自觉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推进铁路加快发展 创新发展 集约发展 安全发展和全面发展 真正达到党员干部受教育 科学发展上水平 人民群众得实惠的目标 那么这里呢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几点体会 那么今天呢 着重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由来极其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 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 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 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提出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有力的推进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和党的建设 因此 在党的十七大上 科学发展观被写进党章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那么这个大问题里面呢 想讲两点 第一点 科学发展观的由来 那么这个问题里面呢 着重想讲一讲科学发展观 提出的国内和国际两个背景 科学发展观 是立足于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总结我国的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年均GDP增长率 接近百分之十 在这样大的范围里面 在这样长的时间段 始终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经济增长奇迹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到了世纪之交 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的矛盾和问题 那么这里呢 我主要谈谈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呢 也就成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 重要的国内的背景 那么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我着重想讲一讲 一个方面是经济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社会方面 经济方面呢 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 经济结构不尽合理 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 那么这个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呢 主要体现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 那么主要呢 是引进的比较多 仿造的比较多 加工装配的比较多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相对就比较少 那么这个经济结构不合理呢 主要呢 就是内需与外需不均衡 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够协调 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 那么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呢 主要表现为三高五低 三高呢 就是高能耗 高物耗 高污染 五低呢 主要是低劳动成本 低资源成本 低环境成本 低技术含量 低价格竞争 那么这样一种经济结构 和经济的增长方式 就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耗费的能源 矿产资源过大 另一方面呢 又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 以这个水资源和水环境为例呢 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呢 是比较典型的 就是我们这个资源和环境 出现的这个矛盾和问题 2005年 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 造成本类污染物泄漏 最后呢 松花江严重污染 今年2月21号 江苏省盐城市 水源遭受分类化合物的严重污染 两家自来水厂被迫关闭 造成几十万市民饮水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呢 是水污染的情况 那么从水资源短缺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国家全年缺水达到400亿立方米 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缺水 是缺水的城市 农村饮水不安全 就是农村饮水 由于受到污染的威胁 造成的这个不安全人口达到两亿多人 农业因为旱灾 农作物受到影响的面积 平均达到2.3亿亩 那么这个水资源短缺的情况 不过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 其他方面我国的资源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缺的 那么就是以石油为例 那么我们国家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 按照人均的这个水平 等于世界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那么就造成我们国家呢 石油极度短缺 每年进口的石油 达到我们国家消费总量 接近二分之一 那么由于这个就是石油极度短缺 那么我们呢 这个能源结构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要依靠煤炭 依靠煤炭 那么我们国家呢 号称呢是煤炭大国 那么但是实际上 就是人均煤炭的储量 我们国家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和石油资源相比 我们煤炭呢相对要丰厚一些 但是呢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 还是差得很远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资源短缺的情况 那么这种资源短缺呢 由于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那么这种资源短缺的情况呢 就愈演愈烈 这个呢主要前面讲的这几方面呢 主要是这个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境 这样一个环境和资源的 这样一个就是平静状态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讲讲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 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呢 就是主要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发展的比较快 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 那么社会发展之后呢 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 社会保障方面呢 主要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社会保障系统 还很不完善 覆盖的面呢也比较窄 大部分农村人口呢 都没有覆盖到 那么除了这个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之外 我们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 也存在诸多严重问题 比较典型的就是2003年的春天 就是我们国家出现了一场 非典肆虐横行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是对我们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呢突出的反映了 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公共卫生安全方面 存在严重隐患 应对突发事件准备不足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非典 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事情之外呢 那么还有就是像这个去年 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氢胺 造成了相当数量的这个婴幼儿 出现结石 甚至死亡这样的一些严重的事态 也突出反映了 我们国家在食品安全 安全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从90年代末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 我们国家呢就是以煤矿为代表的 出现了诸多的矿难事件 死亡的人数呢 那是量是非常大 这件事情呢就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 那么今年呢就是2月22号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山西发生了 这个就是以这个那个囤兰煤矿 发生瓦斯爆炸 最后呢造成78人的死亡 这件事情也是震惊全国 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就是 生产安全监管方面 我们也存在严重问题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 这个社会发展之后 这个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社会发展之后呢 主要表现为三大差距 持续扩大 主要就是这个城乡差距 区域差距 居民收入差距 持续扩大 那么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 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 例如像社会治安问题 还有呢就是腐败问题等等 都使得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 出现新的发展态势 对社会稳定有序和谐发展 构成了挑战 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 我们讲的呢 主要就是这个科学发展官提出的 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背景 那么科学发展官的提出 也借鉴了国际经验 和国外发展理论的 有益成果 那么国际经验表明呢 就是所有的国家 都要经过中国 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也就是具体来讲 就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呢 就出现了这样两个趋势 一个趋势呢 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 大大加快 经济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 另一个方面呢 趋势呢就是什么呢 由于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 大大加快 就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那么经济方面呢 主要就是像这个环境的问题啊 像资源的问题啊 这个矛盾呢 就是就比较突出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带来了一系列的 这个社会矛盾 社会问题 那么主要就是看 能不能就是合理的分配 经济增长 创造的这些成果 能不能在社会发展中 贯彻这个公平的原则 使得社会各个阶层 都能够各尽所能 各得其所 那么这方面的这个成功的经验 有很多 那么这方面这个 失败的教训 也有很多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 这些发达国家 像西欧北美 包括像日本 还有呢 就是甚至像 这个亚洲的这个四小龙 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呢 都是比较好的 就是解决了发展中存在 这个阶段出现的 这些矛盾和问题 顺利的渡过了这个阶段 进入到一个良性的情况 那么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 由于不能很好地 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至今呢 还不断地出现 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社会危机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个拉美现象 东南亚现象 就是这些矛盾 这些矛盾状况的 比较典型的反应 那么拉美这些国家 应该说就是 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 并不慢 经济增速很快 但是呢 就是由于不能比较好的 处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不能比较公平地 分配这个经济增长 带来的这些成果 就造成了 社会矛盾就加剧 甚至影响到这个 就是经济的发展 像墨西哥 阿根廷 秘鲁 等等 这些国家都出现 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 东南亚的像 印度尼西亚 像菲律宾 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 那么这些情况呢 告诉我们 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 既是一个 必须紧紧抓住 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 战略机遇期 也是一个 社会矛盾和问题 比较突出的 矛盾凸显期 那么 以胡锦涛总书记 为首的党中央 那么就是 针对这样一个国内背景 借鉴了国际 这些经验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这个科学发展观 就是在深刻分析和把握 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之上 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第一个大问题的第一方面 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由来 也就是它的背景 那么第一个大问题的第二点呢 我们讲说一下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意义 那么这个重要意义呢 主要想讲两个方面 第一点呢 就是讲一讲科学